一心想成为死神的张小凡 在梦的帮助下 打赢了冥界的鬼王 顺利通关 无极高效 回到现实中 恭喜宿主完成无极高效副本 获得1999枚死神碎片 死神领域升级 开启死神领域后 可将对方瞬间拉入死神空间 对方实力削减七成 死神为压游原来的 三天使用一次 变为一天使用一次 不错不错 我怀疑 阿兔的那个金色指人鬼物 就是你那所谓的父母给的 我也觉得 你把那个指人给我看看 好像梦拿着呢 国贵 给你 张小凡接触金色指人的那一刻 两道虚影突然出现 我的儿子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完成了无极高效的副本 你是 爸爸跟妈妈 我的宝贝儿子 在惊悚世界的副本里面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们又来了 这一切又要重置了 不日子 下一个副本一顶 要进猛烟列车 里面有老爸给你留的东西 你手里的小指人 就是进入副本的乳口 你只要往里面煮一点鬼气 就可以开启了 随即 张小凡把鬼气注入金色小指人里 此时 张小雪跑了过来 小凡 不要进去 不要 为什么 那可是五级地狱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进去等于白给 这婆娘咋这么多废话 不就是一个五级地狱吗 我罩着你 谁敢碰你一根头发 小凡 别听她的 虽然你们是契约的关系 但我见过太多 被自己体内契约鬼害死的玩家了 嘿 我这暴脾气就忍不了了 这女人是不是 没人教她怎么说话啊 你又不是我亲戚 你管那么多干啥 别想阻止我去寻找父母 随即张小凡 鞋言 梦走了进去 所有人注意 张小凡已进入梦眼列车副本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 欢迎玩家张小凡 回到惊悚游戏 也算是老玩家了 就不客套了 直接讲规则 副本名称 梦眼列车 游戏类型 生存类 人数200人 完成时间30天 完成标准 玩家连续通过七节车厢 即可完成副本 注意 玩家最初始在末尾车厢 车厢越是靠后 表明身份越低微 传送即将开始 随即一到白光 将张小凡吞噬 第200名玩家张小凡 进入副本 驻军好运 此刻张小凡坐在座位上 血腥味弥漫在整个车厢 看起来我是最后一个进来 这是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所有玩家都保持沉默 突然车内都亮了起来 他们离开了 好巧 是你那小伙子 张 张小凡大神 哈哈 看来这次有人带我飞了 所以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进来 车厢里一个老头 跟一个老太婆 让我们守规矩 闹腾的人全嘎了 看来得想办 办法赶紧进入下一节车厢了 办法就在那老头上面 他似乎就是这节车厢里的规则 生子都在他们手上 车厢门就在那里 没有人去打开吗 有 看到那里的两个桶了吗 去开门的人都在里面了 所以 目前就这么多信息了 后面我就靠你了 大神 只是一个光头男人站了起来 能进入这套副本的 相信大家都不是白痴 安稳地睡到明天 人多力量大 这才是第一节车厢 我可不想到了第二节车厢 就没几个人了 突然 车灯熄灭 昏暗的车厢内 再次陷入一片死寂 车厢前面 传来了一阵魔糟的声音 紧接着 一阵脚步声 在车厢里响起 你现在马上睡觉 我保你没事 得嘞 随即 张小凡就睡了过去 这位乘客 你应该是睡着了吧 怎么还动呢 而熟睡中的张小凡 还挑衅似的扭动了一下身子 继续打着呼 看来是真睡着了 而那些没睡觉的玩家 被老头一个门动出游戏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老鼠们 你们该起床了 看起来你们昨晚睡得都很舒服 我还以为昨晚的一些动静 吵醒了你们 还好 大爷有心了 应该的 我本来就负责照顾这节车厢 你们满意 我做事也容易 随即老头来到张小凡这里 昨晚我听你的葫芦打着枕手 开始我认为你在装睡 但没想到你打了种种一晚 我是真睡着了 你是真的心道啊 那老人要我们睡觉 那我们睡觉肯定安全啊 与其装睡 不如眉眉的睡一觉 你不会一晚上没睡觉吧 我 我 一开口我就知道你是大神 有没有兴趣组个队 他已经和我组队了 你闪一边去 此时 车向前面的门缓缓打开 老太婆端了一盆烂兮兮的粥 走了出来 我为了成为死神 在惊悚世界中 父母的指引下进入梦魇列车 去寻找他们留给我的那神秘东西 老鼠们 开饭了 这是我老太婆 好不容易弄的粥 一天一餐 可要珍惜啊 很快 老太婆就来到张小凡这里 小伙子 你昨晚睡得挺香啊 虽然呼噜声很大 但这是好事 不睡觉你们就会嘎我 我当然要睡啊 真是个幽默的孩子 你应该多吃点 随即老头就给张小凡 盛了一大碗 递给张小凡 突然张小凡看到碗里 有几只奇怪的虫子 记得吃完了 你的碗里都是料比较多的 嘿嘿 我表示非常感谢 这是难得的食物 老太婆看着张小凡 满意的表情 表示很欣赏 孩子 你看出来了 我们这节车厢 在列车的末尾 代表我们地位和身份 都是低贱的 在这里 食物是很宝贵的 我见过太多乘客 因为饥饿 暴露了最原始的人性 所以我收盘子的时候 希望看到的碗都是干净的 你们只有十分钟的用才时间 说完 老头跟老太婆 回到车厢的最前面 大神 这饭吃还是不吃啊 你可以选择不吃 下一个 张小凡大考大考的 吃了起来 心了 很快 十分钟就过去了 大部分玩家的碗里 都是干净的 很好 看来大家都吃得不错 老厨子我很幸运 孩子 是我做的不好吃吗 挺好吃的 这么凉吗 那你为什么要糟蹋食物呢 我说过的 这些都很宝贵 谁以老太婆 在该玩家身上 取出一只虫子 这个可是高蛋白啊 对于处于七号车厢的我们 这个虫子 就是一种恩赐 大 大妈 你无非了 我使把它脏起来 准备挖上偷偷吃 呵呵 我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了谎言 真正珍惜食物的人 可不是你这种眼神了 呜呜 孩子 好了 下次不要这样了 就说两句吗 好好看着 下一个 玩家直接凭空消散 这是什么神秘的力量 车厢里 它们就是规则 你可以把它们当作 无所不能的神明 我去 这么强 强的不是它们 是隐藏在车厢里的 一股神秘力量 这俩老人都能够 随意调动这股力量 虽然我不需它们 但你还是尽量低调点 这可是接近恐怖级的鬼物 我就不信干不掉你 孩子 你也糟蹋食物了吧 你们年轻人吧 就是不知道 我们老一辈的苦 大妈 大爷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我愿意给你打杂 弥补践踏食物的罪过 还有刚才我那作死的行为 我不怪你 真是有些心害罢了 说话间 那名玩家身边 周围的空气急速流动 造成强烈的气压差 下一秒 玩家的身体 跟纸片一样折叠了起来 飞入垃圾桶 好家伙 有点东西啊 孩子 你好像吃得很干净了 那必须 干净得很 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餐了 这么难得的美味食物 也不知道还能吃几次 你这小嘴就跟抹蜜一样 如果当狗腿子 你肯定是模范 难得不仅懂事 还讨喜的孩子 你这样的孩子 该有大作为 待在这节车厢 只是暂时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可以去下一节车厢了吗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前面的车厢 对你来说 应该是没见过的事件 说完 两人回到车厢的最前面 这一次的食物是免费的 后面的食物 就需要特定的鬼超了 特定的鬼超 什么意思 此时一站刹车声团来 紧接着右侧的铁门 自动打开 乘客们 列车进入了后车区 你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外出 时间到了 就必须回到车厢里 列车不等人 这个期间 是你们唯一能赚取鬼超的机会 怎么获得 看你们自己了 列车外是无规则限制的 鬼超是最重要的粮票 希望大家请尽全力去获得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神 我们抓紧走吧 这列车 好诡异啊 就咋们这一节车厢能看到 诡异就对了 不然多没意思 这旁边这个村庄 显然就是我们赚取鬼超的地方 说完 张小凡就朝里走去 大 大神 等等我 这里居然还有猫 怎么了大神 没什么 只是觉得看到这只猫 总会发生点什么有趣的事情 进去看看吧 此时 几个玩家也走了过来 一起进去吧 人多力量大不是吗 不见得 人多肉少 找到鬼超怎么分 那你可以去别的地方 或者我解决掉你们 这应该是个大户人家 评分也应该够了 随即 一行人走了进去 我们去鬼宅里找吃的 没想到刚进门 就碰到了鬼新娘 此人有什么好看的 这不是惊悚世界的家常变化吗 还是说你被吓到了 我的意思是 值钱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在他身上 确实有这个可能 去搜搜身看看 此时一阵沉默 没有人上去搜身 怂成这样 还想干大事情 你这么勇 你怎么不去 看你的模样 应该挺缠人家的美貌吧 了 试问 谁想踩这个雷 既然大家都是耸货 就在房间里找找 有没有鬼超吧 赞同 突然 你只黑猫 窜到新娘的身上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张晓凡一行人 这只黑猫挺肥的 或许可以带回猎城 当作存粮 我觉得这只猫能反杀你 了 几位客人 你们从哪来啊 我们是路过这个村子的旅客 贸然进来 无意冒犯 只是想找一些路费 继续我们的旅程 嘿嘿 还有你那猫咪很可爱 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这家伙真能说 这屋子很久没有来客人了 时间过了多久 我又在这里坐了多久 忘记了 不过一些事 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这家伙貌似在自言自语 那个 如果你不可以 我们走就是了 你们想要的东西 我可以给你们 是吗 那感激不尽 不过在此之前 我希望你们给我找样东西 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它就在这间屋子里不见的 是什么东西 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能找到它 之后新娘就一直重述 说着这一句话 对了 我们到处找找吧 怎么 大婶 你不去找吗 你知道要找什么吗 听你的意思 好像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有话 嗯 此生之言 请 婚前我们是幸福的 只是我那该死的男人非常敏感 婚礼当晚 他在我手机上看到我跟一个男人聊天 就幻想我出了鬼 直接把我刀了 强烈的仇恨 严重影响了腹中七个月大的孩子 化为鬼娃 直接破腹而出 刀了那男人 这故事 真狗血啊 不过很明显了 这个新娘要找的就是她的孩子 怎么样 大婶 咱们要找什么 她的老公 只要找到她的老公 我们就能换取鬼钞 而这话 假好被光头一行人听到 纷纷搞了起来 大婶 你悄悄跟我说啊 这鬼钞可不够这么多人分 我故意的 其实是找她的孩子 只要把她老公找到 男孩子自己就现身了 我们只需要等着就好 哇塞 果然是大婶 哈哈 找到了 找到了 哈哈 现在我就去兑换鬼钞 随即 光头男拖的男人 来到新娘面前 最宝贝的东西 就是你男人 嘿嘿 瞬间 新娘冒出强烈的诡气 杀气锁定了光头 你什么意思 她不是我要找的东西 你找错了 啊 就算不是 这也是你的男人 她被丢在那些角落里 我替你找到她了 作为感谢 你该给点表示吧 为什么 她把我刀了 现在你把她摆在我面前 你觉得我还要感谢你吗 行吧 那我再继续找 不需要了 我就说吧 她打不过这只猫 客人 继续找吧 随即 张小凡朝那边走去 突然 一个黑影 窜了出来 死死的盯着张小凡 目标出现了 就是她吗 这个让我来 我打得过 不不不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你妈妈在想你 是不是该收起完心了 不 除非你陪我玩一天 我就跟你去找妈妈 这样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能回答上来 我就陪你玩 你说 没有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十只点燃的蜡烛 吹灭了三只 还剩几只 还剩七只 笨蛋 不对 怎么不对 十减三等于七啊 过来 叔叔告诉你 下一个 张小凡拿出一针麻醉剂 扎了上去 你个老六 不就是剩七只吗 不是 随即刚小凡带着黑影 回到新娘这里 你的孩子 有些顽皮 不过我给你找回来了 我的孩子 他怎么了 睡着了 他似乎很喜欢我 见到我就不闹腾了 真是谢谢你啊 我也没什么招待的 这点鬼超就当谢礼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后面的旅程 感激不尽 能帮我把地上的男人处理了吗 我的孩子不想看到他 没问题 天快黑了 你们应该抓紧时间离开这个村子了 听到这句话 张小凡飞速逃离屋子 奔向列车 而后面那些黑色雾气 铺天盖地的袭来 此时大部分玩家 已经回到车厢 我搬车门了 那几个倒霉的 估计已经没了 就在关掉的那一刻 一把长枪突然卡住门缝 我为了成为死神 帮助鬼新娘 找到他那五百个月大的孩子 回到梦魇列车 就在门关掉的那一刻 一把长枪卡住门缝 你着死 你想做什么 我可不止一条命 死了还能继续 要来拼一拼吗 下次不要再手间了 不然我废了你 紧接着男人走向张小凡那里 刚才你们两个 有人搬了我一脚 然后呢 你是在主动承认吗 这些车厢白天禁止斗殴 要想打 回一边打去 别在我面前碍言 哈哈 有歌星 我喜欢 此时 车厢管理者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的 还是中间了 都要摇头的食物 看起来大家都累了 恰好今天的午餐很丰盛 拿出你们赚取的鬼钞 来换取食物吧 这顿饭多少钱 一死一死就行 紧接着 玩家拿出一张 面值五块的鬼钞 是个好孩子 孩子 你的呢 我 我没有钱 没关系孩子 争取下次吃到食物吧 不过这期间 恐怕你会很难熬 我见过太多 因为饥饿引发的悲剧 这 这就没事了吗 哼 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很快 老太婆就来到张小凡这里 孩子 你的呢 奶奶 这是做什么德 而老太婆 没有说话 给张小凡 留下一张卡片 就走开了 所有里有卡片的乘客 麻烦 其实 随即张小凡 金发男 紫灵等人 站了起来 你们可以去下一间车厢了 就这 这么容易的吗 我采的钱 不过一鬼筹 但车厢资助费 需要五十足鬼筹 所以 凡是给我超过六十鬼筹的玩杂 我都给你们发放了 下一间车厢的通行证 什么 鬼筹居然可以换到通行证 给你 我这里还有 时间过了 那会 你为什么不都交出来 不不 那等下一次吃饭的时候 再给怎么样 下一餐只收取用餐的钱 那什么时候还能再出列车 五天后 在一个后车站 去吧 下一节车厢 不是你们渴望的吗 随即 拿到通行证的玩家 向下一节车厢走去 什么情况 这难道就是下一节车厢 这么小的吗 什么都没有啊 白痴 你怎么这么小啊 哈哈 我是你们的引导者 你们可以叫我阿基大人 阿基大人 你真帅 呵呵呵 这对小家伙真会说话 接下来我会指引你们去往下一节车厢 嗯 就在列车里 这还需要导游吗 我们又不是如此 并不是这样 接下来第二车厢跟第三车厢 你们拥有自主选择权 无论通过哪一节车厢 都可以去往第四节车厢 桌子上的卡片 你们依次拿一张 上面会决定你们去第二车厢 还是第三车厢 开始吧 很快 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卡片 哭脸卡片是第二节车厢 小脸卡片是第三节车厢 你们运气好的话 就会在第四节车厢碰面 当然 前提是通过 大神 你拿的是哭脸还是笑脸 哭脸儿 哎 看来咱们暂时分别了 大神 咱们第四车厢见 你好像很有信心 能通过下一节车厢 那必须 我还想看大神 你怎么打通副本呢 那个家伙该说不说 你运气真不错 跟大神一个车厢 行 我只靠自己 千万不要走错了 不然会直接下车 祝你们好运 在车上玩得开心 大神 小心那家伙 看起来是个狠角色 是吗 那太有趣了 得 随后大家进入了对应的路口 巴塞 这第二车厢好干净啊 希望食物也能得到改善 看到那个死人多了吗 那里面有一个活人 可以问问他 张晓凡朝那边看去 里面确实有一个人 在打着呼噜睡觉 我去 这家伙新增长 随即 张晓凡把他揪了出来 刚进来的玩家吗 你们到这节车厢就到吗 把我揪出来干什么 我好不容易在睡着地 那个 这节车厢怎么回事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其他玩家呢 一部分已经撕了 一部分去后面里车厢了 为什么只有你留在这里 我留在这里 是因为不限去后面里车厢猫性了 反正这里又吃又糊 我追究的恨人一慢走 我通过七节车厢 你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啊 你真的是物极抵御的玩家吗 这么这么像新兽啊 物极抵御的福本平分 分量很大的 我只要待到福本节修 就非又平分 在晚面里更废 我就会有一笔不废的收鱼 给我潇洒一阵子了 那你干脆待在第一节车厢得了 第一节车厢什么环境 你又不是不知道 独待一秒都难受 这里有车厢光驰 还不应交警 多虚负 好像有点道理哦 你们没有物这么现手底 先先物 你们可能今晚都活不小来 更别学后面记天亮 这节车厢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 我为了成为死神 在小矮人的指引下 进入梦魇列车第二节车厢 刚进去就在四人推力 搞出了一个活着的玩家 你们今晚可能都活不小来 更别学后面记天亮 这节车厢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 规则即使很简单 不停我们干啥都行 晚上就会出现一些合影 他们非不惜一切雷杀我们 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地狱那些怪物的袭击 活到天面 那怎么才能去往下一节车厢 雷杀一个合影 就能通往下一节车厢 好简单啊 晚上就去宰一只畜生 直接去下一节车厢 我的鬼屋怎么拿不出来 这节车厢里的规则就是 淹不了鬼屋 不愿这么费事这么多人 那我们岂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鬼屋不能赢 但是贵力是能赢的 之间我们这一批人力 又几个精兵接贵力 就活到了天面 贵力吗 嘿嘿 这不就是我的主场吗 你们看这些实体 他们身上有很多好东西 可以地狱那些合影 甚至放杀合影 一听这话 几人开始在死人 堆而离搞了起来 很快 几人盯上了一个锤子 但无论如何 就是拿不下来 起了乖了 这人都假了 还把锤子抓这么近 真小心 老老儿的 这一节车厢的游戏规则 真让人头疼 此时张小凡淡定地看着尸体 对于这样的规则 他丝毫不慌 因为他有一个bug 那就是死神之眼 既然杀死黑影的东西 跟尸体有关 那用死神之眼 从尸体上找答案 不就简单多了 死神之眼 开 我本来是坐着这列车回家的 谁料一伙歹徒控制了这一节车厢 他们不仅抢劫 还屠杀 我们当即就跟歹徒厮杀了起来 到最后 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我好恨哪 我的妻子 父母还在等我回家呢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晚上的那些黑影 就是歹徒 所谓克制他们的物品 就是当初那场厮杀中 伤害过他们的物品 其中的一些物品 更是杀死了歹徒 随即张小凡也盯上了眼前的锤子 不行的 难把锤子没人能拉下来 是吗 我试试 抱歉 冒犯了 我会帮你把那些歹徒全干掉 一个不胜 你 你就说了一句话 就把锤子拿下来了 怎么做到底 天机不可泄露 还有一个小时 就听黑了 不为资酒读书吧 此时 紫灵跟白色玩家手上 什么都没有 于是就打起了 想别留一手的心思 你好像一点也不慌啊 我能得和真我读我 肯定是要仔继的贼车 让我猜猜 你不慌 所谓的对车 应该是身上有些能够抵御那些黑影的物品吧 这就看你这么限量 我正不能直接学出来吧 没什么实际法 我就睡觉了 坤地不行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把你身上那件物品交出来 这样你就能钻回自己的狗洞睡觉了 不过 不带这么晚了 你得自己去找 欠别人的哭不行 这间车厢有禁止打架 或者抢夺别人的规则吗 那倒是没有 既然没有 现在我就是规则 下一个 玩家向留一手飞托而去 哎 活着不耗吗 过去 这人这么强的吗 还好我没先出售 这人扎这么不停车呢 非要造结晶结绣游戏 这家伙有两下 要不要我帮你从那小子身上抢过来 没必要 那不符合我的做事风格 说不定他身上没有克制黑影的物品 用了别的办法活到现在呢 我怎么感觉你是瞧不起我呢 哪敢啊 我写歌天下无敌好吧 文贵的乘客们 十分钟后会熄灯 为了保证你们的作息时间 请熄灯后进入睡眠状态 保证睡眠质量 睡觉 我们赶睡嘛 灯光一鸣 生死幽鸣 君堪天衣 随即 留一手拿出一根棒棒糖 放到嘴里 睡了过去 难道这就是克制黑影的物品吗 有点搞笑哦 确定不要我帮你讲过来吗 得 千万别 那不成间接接吻了 我是有节操的人 也对 我倒要看看那些黑影有多牛 随即 一阵钟声敲响 车厢内瞬间变暗 空气直接降至冰点 玩家紧张的心跳声都听得见 该死 怎么就顶上我了 你小心点 可别敢了 有你在 我怕啥 哈哈 也是 来 跟你血哥过两招 我让你两只眼镜 下一个 黑影全部朝张小凡这边杀来 哈哈 小样 就这实力 完全不够看啊 来来来 血哥再让你两条腿 一条胳膊 下一个 黑影再次出现 这是什么鬼 数量竟然这么多 不是他们数量多 而是你根本打不死他们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列车规则 只能用乘客身上的物品 才能对付这玩意 哼 我就不信了 随即 血眼再次把他们团灭 但下一刻 他们又全都出现 如此反复了几十次后 血眼忍不住了 把你找的那个锤子给我 黑影看到 血眼拿到锤子后 吓得纷纷后退 嘿嘿 他们怕了 随即 血眼展开 单方面的碾压 凡是被解决掉的黑影 没有一个复活的 全部变为一个发光球体 掉落在地上 就这 没了吗 简直弱爆啊 不错啊 小眼 有两下 很快 车厢内就亮了起来 尊贵的乘客们 由于你们猎杀了全部的黑影 提前获得进入下一节车厢的资格 凡是拥有发光球的玩家 即可进入四号车厢 祝你们玩得愉快 说完 车厢门缓缓打开 这时 有一手玩家睡醒了过来 看到地上满满的发光球 愣了一下 这 这这这 这都是逆杆的 算是吧 这家伙 这么减的吗 还好没跟他气成头 我也杀不了一张罗罪 去不去下一节车厢 地下的发光球 你随便拿一个 嘿嘿 我不去 我觉得第二车厢就停号 好吧 人各有志 告辞 大老 地上的发光球 我能拿一个吗 我想去后面的车厢 你随意 哈哈 感谢大老 随即 刚小凡 子凌 朝第四节车厢走去